但是我自己買賣賣了 哎唷 陳媽媽 對不對 你是子母 偉大的母親 你的兒子又那麼值錢 那是國寶 電視收視率天王 世界托福 六七七滿分保值的 我們都知道 他的身價比故宮國務院 那個翠玉白菜 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要跟他說 我跟他說 是啦 我也覺得很重要 他會跟他買幾輪 哪有搞 再買 再嫌棄你慈母的偉大 你這樣跟他說 我跟你說 伯伯什麼跟我說 來 請不要緊 他跟妳請 跟妳請到後便便跟我說 聽他 問媽媽什麼事 給我賺十萬塊 要做那些 別問 別問我 我對母親 我跟妳講 我真的是百依百順 因為我覺得大家高興就 他如果需要用錢 我不敢說什麼 我一定會給他 要帶到台中 你如果見台中對不對 來拜訪 一定幫你簽 我就跟我說 剛才買多少 我都不知道 但君母 現在對我走愛心 你知道嗎 經常跟我說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就是要來演講 假設我昨天沒有在家 我跟媽媽 我兒子上台北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 我營養不回來睡 因為媽在演講 我要來台北 我媽媽說 唉唷 你要去台北嗎 阿母 阿母 你問 你怎麼去 我媽媽 走妳的開車 我媽媽說 唉唷 不要 兒子 不要開車 不要不要 我媽媽還沒有怎麼去 坐飛機 我媽媽還要坐飛機 唉唷 傭小子 坐飛機去那麼快 我說 我坐飛機去那麼快 我說 阿母 我才坐飛機那麼快 但現在台中 我台北沒有人家 所以我媽媽 都給她多少 保險 我只鼓勵我做飛機 比較快 這個母親 我的愛心很感人 那 再來呢 我們呢 來看看 這一個 明白產品的特色 我感覺在我們這個市場競爭上 對不對 現在台灣生意難做在什麼 你知道嗎 一行啦 就這麼多了 同行同業的這麼多 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 我們單位的產品特色在哪 所以說叫同中求益 異中求同 像我跟著梅雨市場 對不對 我梅雨市場我很簡單 我很簡單 我的產品特色就是我兩種產品 一種就是保證班 我這個保證班也接受爭議 你知道嗎 但是爭議不要緊 我去爭議 那我說保證班 我今天你來賣賣的 我幫你保證 看你要考到什麼證照 我給你保證 如果我教你 你沒有到 不要緊 我便給你教 這簡單的嘛 消費者也知道 這有保證班 還有一種 我是終身學習制 台灣 我剛做終身的就是我台系的 民國83年 我從美國回來開了補習班 我去終身 終身很簡單 我要跟消費者說 你打終身的啊 什麼叫終身 就跟你教 感覺你不會剩下 這樣好不好 終身 我這個中身 市場 接受這個 官平交易委員會調查 你知道嗎 還跟我約談 說陳老師 就是 人家有爆料 你保證班 最終身 不會贏的喔 你這個是老亂金融交易耶 什麼老亂 什麼行情啊 說我別人最終身耶 說我這個法令耶 我說不要錢就不要多了 反正已經最親愛了 不要錢也不要緊 我早生一年喔 25萬 我最親愛 你給我收多少啊 就不要坐了 你了解不 欸 社會真的奇怪耶 人也會為他偏偏要給人買這個產品 這樣喔 來約談耶 約談喔 我就說 姑娘您好 你要讀英格利市 可以啊 啊齁 這個喔 我們有一個保證班 啊那個 兩年的學費三萬塊啊 哎呦 老師 不要跟我說這個啦 不然我是要說什麼 我要愛你你去救命 什麼救命 哎呦 我要去救派這樣 報名 打到內窗 給你救命 哎呦 他又不會沖開 那喔 那不會贏的啦 那喔 公平交易委員會現在在那裡抓啦 我不會送你啦 哎呦 老師 我跟你說啦 我不會說啦 我錢都知道來了啦 你都知道耶 25萬喔 現金 拿刀啊 這隻 給我看 老師 你背我 我不會說你放心啦 我跟你失失敗啦 我是要看中生 欸 我們真的很掙扎耶 你了解我 啊 就說不可以賣中生而已 但是他也把我們放在家 把我們誘惑 這才誘惑人 判罪你知道嗎 你了解 所以我就在那邊真的很掙扎 敢不敢賣 敢不敢賣 要我得到協調 我還是脆弱的 上帝原諒我 我跟他收來 我跟他說 我可以開手機的 我可以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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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去不重要 欸是不是很特別 不可以賣啊 因為這個產品在市場有競爭性 讓消費者來拜託你賣 所以我覺得我做生意做的話 你有成就感 怎麼說成就感呢 消費者來給自己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成就感 那為什麼可以到這個 因為我們的產品有它的特色 再來呢 這個要趣味 我是屬於一個比較有趣味的人 我看人家死死板板 現在你們在聽我的演講 我也拜託你們這樣